近日,梁洛斯登陆微博发布一组在香港山上检垃圾的图片,并配文。 又是一个愉快的周末。 美儿不仅外表出众,更有一伙善良的心。 让我们为她的节目,一个好人大声喝彩。 照片里,江美儿手里,提出大包小包的垃圾,面色红柔。 她身材紧实,仅有紧身衣包裹下腰间小小的醉肉,稍微暴露她的年纪。 江美儿今年52岁了,被梁洛斯大了整整17岁。 她的脸上,一点岁月痕迹都没有,状态也太好了吧。 看起来梁洛斯事来帮忙宣传江美儿的钟艺节目《一个好人的》, 这已经是江美儿这两年主持的第三档钟艺。 在兴钟艺从剧集的TVB钟艺节目意味着低成本路套路, 而江美儿的这档公益性钟艺,天天在垃圾屋打转, 真的需要个人的社会责任感,才能坚持。 奇了怪了,江美儿自从在万千声快颁奖来, 2022鹏直下流上车逐捧走事后奖杯后, 就陷入了无戏可拍的景地。 获奖后,她紧紧在隐形战队和罗密欧与竹英台中路过脸, 都是配角,最关键这两部戏都是传货。 整个2023年TVB拍了13部戏,江美儿一个角色都没有。 跟过梁洪之缘崖筹拍时,各路博主都爆了说, 江美儿在名单上,即将到横店进组。 毕竟江美儿曾经在跟过梁洪之二海豪情侣, 有过精彩演出。 可惜最终海报出街,还是没有她。 目前TV被环有六部正在拍摄的剧集, 没有任何一部带江美儿玩。 筹备中的四五部戏,将会力捧新闻女王班底, 比喻高海宁,也没有江美儿的事。 哎呦,江美儿这该不会有得罪了谁吧。 一位江拿了事后,就行入剧集零产量困境的女演员, 不应该啊。 说起来,这已经不是江美儿第一次遭遇人生跌宕起步, 她借五十年啊,过得相当刺激。 江美儿是压士出身, 哪些年TVB收视数据常年吊打压士。 TVB明星来电影的《也就一部之遥》, 江美儿也曾说, 我一直很羡慕最无线拍剧的演员。 论年龄,他和孙圈,陈卫山, 张海儿等是同时期的艺人, 江美儿明明演技项值都不输他们, 知名度却差了一大折, 得不得就被公司雪藏。 演员这个行业, 谁红谁不红忠构还是汉名? 不是没有能力, 只是缺点机遇。 江美儿不是没有囂张过。 念书时候, 他就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 人美英文好, 一毕业就当上大老板的比书。 月身过慢, 那可是三十年前, 威风极略。 某天, 江美儿去帮老板买三名字, 被声探偶遇。 小姐, 你头发那么眉, 不如来拍洗发水广告, 去了影棚他才发现, 合作的时影帝周润发, 这则百年润发的广告创下8.5亿营收, 直至今天依旧被美学老师奉为经典。 江美儿争得意的说, 我一生就拍过三个MV, 两个刘德华一个黎明, 这也算是神仙开局吧。 彼时娱乐圈神仙打架, 但江美儿谁也不怕, 他直接放话, 不是女主不言, 大不了回去当被书楼。 结果第一部剧就《香港女主肥猫传奇》的康春明。 坦白说, 那时候的江美儿谈不上演技, 只不过这个角色贴脸, 他按自己的理解宴也能大概交叉。 不过港圈导演出名的严格, 新人不会走位不挡光, 在香港是要被破口大骂的, 更可放江美儿面对的是郑质时。 别看郑质时形幕形象是外蒙的肥猫, 他本人那叫一个空, 据江美儿回忆他走错位置, 被郑质时连骂36个小时不从让, 祖宗18代都搬出内容。 港圈的女演员都是这样成长的。 江美儿在亚市的上位之旅, 走了十年。 当初大台花旦众多, 江美儿选择宁当鸡头不造逢美, 也有他的道理。 然而,2009年, 亚市突然破产, 江美儿一下就落到了失业的境地。 这时, 还好有男友吴军祥拉, 他一把座他翻身。 当时的江美儿, 对吴军祥感恩戴德, 殊不知几年后, 同一个男人, 赠他一场最盛大的空欢喜。 吴军祥是吴军如的弟弟。 他和姐姐一样, 也是圈内人, 在陈可申的电影公司, 负责一些幕后工作。 吴军祥和江美儿, 是同班同学, 长大后久别重逢, 当时江美儿刚刚结束和 粤语明星张英姨子张伟的五年感情, 处于空窗期。 两人发现, 彼此兴趣相投于是就开始交往。 坦白说, 吴军祥外形, 根本配不上江美儿。 只不过江美儿性格风风火火, 粤语叫做炮仗颈, 以思一点就诈。 吴军祥质情绪稳定, 成熟稳重, 对江美儿体贴者包容, 他路巴士知名老牌艺人夏春秋, 姐姐姐夫也在圈内有一直之地, 有这种家庭背景的五军场凡是不争不强, 淡定从容, 让人相处起来非常舒服。 按现在流行的说法, 逃过情绪加直霸。 戀爱一年后, 他们就在拉斯维加斯, 偷偷注册结婚了。 不止出于什么考虑, 两个不算大牌的艺人偏偏选择引分, 对外以男女朋友相称。 无关系, 总之江美儿已经是吴家人。 那事出问题时, 吴军祥站出来级弟妹牵线, 江美儿以38岁高龄哥当TVB 当时压士其他艺人不知多羡慕。 要知道, 让一个年近40岁的女人 在事业想重新开始并不容易。 比时讲圈压士艺人 处于鄙视链底端, TVB要了江美儿, 但并不重用她, 一直拿她在剧集里打仗游, 美其名弱, 洗掉压士味。 从试图行者女的莫善程到, MY姓Lady女的盛女作家原森, 江美儿擅长饰演那种表面一套位光正, 实质有自己的小狗狗, 但始终抵释善良的女性, 江美儿最具记忆度的角色, 环妖熟冲上云霄女的基组成母长方瑞嘉, 一个使摸得过分的中女形象。 方瑞嘉老公是基长, 人到中年两人感情, 已经淡如隔夜茶, 食之无味气之可惜。 方瑞嘉得知老公出轨, 他不吵不闹, 只是轻描淡舍的说, 我知道了。 转头他马上就和年轻的基组小火 而马过明来上一段姐弟恋, 也当了出轨的渣女。 小编始终认为, 一个演员演得最好的角色, 一定有几分像他自己。 江美儿对老公吴冲场, 有时奉行要来变来, 要走便走, 他从不查手机更不过问行中, 双方讲究一个自觉。 2014年, 吴冲场跟者夫曾可生一气不上发展, 走之前宣称, 要去搞大事业, 江美儿自认市场在香港, 还是更愿意就在香港拍戏, 于是两人过上了两地份居, 聚少离多的生活。 很快, 号称要去搞事业的吴冲场, 就被狗仔拍到在酒吧和非文女 女王严宋明贴面耳语, 春风满面的照片。 那一张张偷是出轨的照片, 打在江美儿脸上, 生疼。 但他还是像很多大婆一样, 选择息事宁人, 我绝对信任他, 他只是逢场作戏。 这种放养式爱情, 让他们已经疏离的关系, 越发脆弱, 没有孩子也没有共同财产, 要离开就是一句话的事。 2018年, 江美儿和五军场公开婚姻的同事宣布离婚, 十多年感情算没就没了, 说不在乎都是假的。 但当时江美儿, 还可以看面级前夫祝福。 感情上的失意多少会影响工作状态, 拍亲亲我好妈时, 江美儿多次被爆在片场情绪失控, 私下改剧本, 甚至踢走监制。 失去吴君渝一家作为靠山, 江美儿显得孤立无援。 TV别将他说床了。 这是江美儿第二次遭遇事业平颈, 同事还失分。 但是, 命运往往低众未算低, 更惨的还在后面。 原来江美儿当初选择引分事为了拼事业, 也是为了事业, 她一直不肯生孩子, 只让她的婆家对她意见很大。 前夫出轨后, 婆家没有一个人肯帮她说话, 让她狠难接受。 就因为江美儿不肯退下火线生孩子, 不嫁所有人对她的遭遇冷眼旁观, 说尽风凉话。 一场婚姻, 被老公背叛背婆家嫌弃, 江美儿只能忍然退场, 还因此事业也足招。 这时, 她认识了一个自称黎博士的偎富豪。 黎博士自称英万身家, 她在彼佛里山庄租下三栋别墅, 家里请了三个保镖, 八九个工人, 她一扎千金的支持江美儿的慈善事业。 只要江美儿主持的慈善晚宴, 黎博士都是一扎千金的捐款。 你说一个失意的女人, 面对被忽利山庄走出的富豪, 她又对自己称内有价, 是不是分分钟调入陷阱。 某日, 黎博士以指点江山的姿态指导江美儿投资一个药品, 江美儿以为命中贵人嫁到, 马上落重本习身家投进去, 她不紧自己投还邀约行金簿, 将计中都来投。 江美儿几十年娱乐圈的人物, 都被黎博士利用得干干净净。 黎博士怒赞四亿, 凸厌离场人间蒸发。 赤城江美儿两眼一抹黑, 这时她才愚梦放省, 自己当了一条大水鱼。 不仅自己的几千万散尽, 声誉和信用也被连累。 看江美儿这魔惨, 还是TVB又向她伸出援手? 她又回TVB勤勤狠狠演了几年戏, 终于在2022年拿了事后。 知道了背后这些经历, 你应该能懂江美儿拿到事后时, 为何哭成那个样子了罢? 真的难,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拿了事后之后TVB反而不及她工作了, 让她去主持检垃圾的钟艺。 江美儿自己也承认, 我事没有机会都是公司安排的, 大台对艺人这种极限难捏, 真的太考心态了, 一不小心就要崩。 经历了那么多风雨起伏, 江美儿已经认了, 注急也没用, 只能等上天安排。 人都是这样的, 从一开始人定胜天, 慢慢意识到命中注定, 再之后就告诉自己拥抱变化, 找她一次发生。 其实就是一个认了的过程, 就看看老天你究竟还有什么把戏。 采访最后, 江美儿说, 我相信如果是你的, 自然就会给你。 说这句话时, 他一闪而过的微表情, 如此腐杂如此复杂, 或之前的太然自若判若两人。 亚者, 事到如今让我为你一口鸡汤, 低谷人人都会有, 无过去是唯一的办法, 专注自己的路, 好运就在来的路上。